救援人员火速抵达现场 因为有重机歧视被车追撞 甩落边坡 警察默黑进行救援 同人则在一旁拿着手电筒 帮忙照明协助搜救 车后现场零件散落一地 整台重机横躺在马路边 事故现场还遗留着 造识车辆的碎片成了关键证据 警方进一步比对机车上的插撞痕迹 最查出造势者原来跟撞进 吉隆八渡分住所的驾驶是同一人 时间到回二十九号晚上接近十点 一名流星群路员骑着公务重机 行经台六十二线十六点六公里处 遭到后方货车追撞 整个人摔进边坡 抢救过后人全告不治 他这个意外 那个凶手你也知道 对啊 你还碰到这也没办法 这个嫌犯很可恶 没办法 可是他人也死了 人死一切账对手都小了 也没办法了 不幸丧命的流星群路员 时常跟家人一起出游 也是家中的大儿子 平常工作就是负责巡视路况 常都还是要这么晚在巡视 巡路就对了 对因为他们 他们是24小时的上班次 所以他固定都是下午四天到 我上十二点八个钟头上班在这 周片中笑容灿烂的流星群路员 如今确载也见不到了 家属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人看了 相当鼻酸 今新闻综合报道 ILY邻 estavam 还把懂道理不好 或是广路鸟 у